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自從港區國安法實施以後 已經先後有多個國家更新對香港的旅遊警示 最新做的就是德國 而德國內政部長傑霍夫更加發表了《中國威脅論》 究竟這個論調是說什麼呢? 傑霍夫在接受德國媒體《週日世界報》訪問時提到 說來自中國的混合威脅代表的 除了是中國採取軍事手段以外 還會利用經濟層面的壓力 以及輿論的宣傳、黑客行動等等 來達成中國自身的目的 傑霍夫說 在武肺疫情期間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 中國是一個系統性的競爭對手 因為他堅定地維護自身的利益 在最初中國只對外公佈了極少資訊 但現在反過來 就盡全力讓外界表揚中國如何成功抗疫 更加以救世者的姿態 向全世界提供口罩 這位傑霍夫部長提到 說起初中國向外界提供了極少資訊 究竟這個說法是否正確 我們可以看到 世衛組織在近日 悄悄地修改了武肺疫情的時間線紀錄 本來譚德塞秘書長一直堅持 說中國首先向世衛組織通報了武肺疫情 但是現在他們修改了紀錄 就說是世衛駐華辦公室首先是發現得到 而且還要求中國提供相關的資訊 才令到疫情曝光 究竟哪一個說法才是真實呢 到底是不是世衛組織在冤禮中 這樣來修改時間線 是不是配合美國總統特朗普 來散改歷史呢 有必要說明清楚 那就無謂冤枉好人 定益或世衛組織有什麼苦衷呢 按照時間線的紀錄 沒有理由可以有修改空間 你也是有碗話碗 有碟話碟 照客觀事實來記錄 有必要出來交代 好了 到底中國方面 聽到這位傑霍夫部長 發表中國威脅論 他們有什麼回應呢 環球時報在今早就發表了一個回應 他們說 近期一些歐盟和德國的政客 在講到中國的時候 不時都提及 面對來自中國的挑戰和威脅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此前已經多次表示 中方一貫尊重各國的主權 不干涉別國內政 西方國家和媒體大肆勸掩中國威脅 中國間諜的事情很多 但是大多數都是暴風捉影 至於大陸的網民 又如何評價德國呢 有人說 講白了就是妒忌 一個被搶到一窮二白的國家 能夠發展成今天這樣的模樣 誰會不妒忌才行呢 就是說 德國正在妒忌中國 另外有人說 那些反對和敵視中國的 恰恰就是當年入侵 略斷中國的國家 他們害怕了 他們害怕了 就是說 德國是害怕了中國 另外還有一些網民提到 說德國不應該這麼看得起自己吧 德國有資格做中國的敵人嗎 故此在微博上 大概分了三類的論調 分別就是妒忌論 害怕論 以及自大論 至於德國外交部 在他們最新對香港發出的 旅遊安全資訊裡面提及到 說港區國安法裡面所列明的罪行 是定義含糊不清的 而且在香港以外地區的外國人 都有可能干犯到港區國安法 故此他們提醒 在香港的德國公民應該要格外小心 在發表針對時政議論的時候 要意識到可能出現的後果 就算在社交平台的發言 都要注意小心 好啦 實情他們的注意 說得是沒錯的 因為就算是建制派裡面的不同人士 對於港區國安法的理解 都是有所不同的 舉個例子 比如說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在出席電視節目的時候 被問及到 藏有港獨的旗次和印刷品 是否違反了港區國安法呢 他就說 警方要在有合理懷疑之下 才會以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作出拘捕 故此不需要因為單單一件小事擔心違法 就算警方是有所懷疑 也會再作調查 最終也未必會起訴 好啦 至於港區人大代表 蔡素玉又怎麼說呢 他就狠批這個鄭若驊 他說鄭若驊身為律政司司長 這番言論是不妥當的 未必起訴卵會容易令市民覺得 是不需要理會法律 說鄭若驊是十分離譜 蔡素玉說 市民一定要遵守港區國安法 鄭若驊的言論 是會減少港區國安法的震懾力 令市民容易受到誤導 甚至是變相間接鼓勵市民 參加非法遊行和集會 大家都看到 只是律政司和港區的全國人大代表 對於同一部法律和不同的條文 他們也會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特區政府必須出來向市民解釋清楚 究竟我們如何正確理解這部港區國安法呢 因為絕大部份市民一定會守法 既然你一定出來 市民也無法選擇 但你應該要向市民說清楚 究竟怎樣才是正確的解讀 不是現在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版本的解讀 到底應該是依循哪一個解讀才是準確呢 最好的方法是甚麼呢 就是由你特區政府公開向市民說 哪一個解說才是正確的 市民就去跟從 是不是才是很簡單的 因為你訂立一部法律出來的時候 你這個目標也是想市民來守法 你不是故意弄一些陷阱出來讓市民踩下去 誤墮法網 當然 在較早前 特區政府也說明了 某一些口號 某一些旗幟 如果你去揮舞 你去喊的時候 就會觸犯了這部港區國安法 這就非常清晰 涉毒那些涉及港獨的範疇 就說得很清楚 但其他範疇可不可以都同樣地說清楚呢 其實就算你解說清楚 都不會損害了所謂的震懾力 因為在港區國安法裡 其實就寫得很清楚 干犯了哪一條的罪行 就要面臨著甚麼的懲罰 比如說監禁 這樣 所以你特區政府最好就是 說明清楚給市民聽 不要等到人好像黃黃不可中日 令人們過度來擔憂 我相信你特區政府的原意都不是這樣 你都說明是要法治社會 法治社會最好就是 將所有的準則 開成報功 將所有東西透明化 告訴市民 等到大家不需要猜猜一下 比如說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走出來說了 原來叫某一個官員下台 就不會觸犯港區國安法 大家就清晰了 對嗎 你一定要多些說 多些解說 說明是要做國安教育 對嗎 那你國安教育 你會教育到市民甚麼呢 因為每一個人看著同一堆條文 都有不同的解讀 有些人就寬鬆些 有些人就嚴格些 不如你官方有一個說法出來更好 無謂要大家在這裡 不知道猜燈迷 還是怎樣 而在今天 民主派有些議員 再次去信要求行政長官林鄭 親自出席特別的答問會 就著港區國安法 向議員匯報和回應質詢 尤其是針對各局和部門執行新法的政策 民主派議員說 在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 第二天已經有十人被捕 新法禁區紅線眾說紛紜 有權威人士多日以來都不置可否 怎樣為之犯法 至今仍然是輿論焦點 民主派議員說 既然行政長官是身兼國安委主席 亦多次表明過 會在新法公佈之後 盡力向社會解說 故此 他們說有迫切的需要 根據議事規則 由行政長官親自來回報 以及回應質詢 我覺得也有這個需要 可能你行政長官貴人士忙 不空 你就找你那些司局長出來解說 說清說錯話給市民聽 而且你那個標準 說了就要是 不要又被人質疑 好像你這個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你說完一番說法出來 竟然有港區的人大代表 是會質疑你的 這樣就免得了 不如你們官方有一套說法出來 已經是有官方的共識 到時你頒布了以後 大家就按照那套準則去做 這是最好的辦法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